这个星期六就要投票了 前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特别来到新北市淡水区 陪同市议员候选人陈伟杰 来到了老街妈祖庙参拜 江启成称赞陈伟杰是非常认真的议员 希望第一选区选民 把票投给认真做事的陈伟杰 好让他继续连任为民服务 距离九合一地方 大选剩下四天 新北市第一选区候选人陈伟杰 日前在前国民党主席江启成的陪同之下 来到淡水老街上的妈祖庙福佑宫进行参拜 而江启成表示 陈伟杰过去在他的办公室服务过 不仅是非常认真 看到陈伟杰在上一次当选之后的这四年以来 选民服务从不间断 也希望第一选区包括淡水三只巴黎石门的市民 可以把票投给最认真的陈伟杰 让他继续的高票连任 伟杰议员过去也曾在我的办公室服务过 那他上一届是第一次参选 也是我们这一个区的第一高票 那四年来我想他的服务 各方面等等的表现 是有目共睹的 那我在这边还是要再一次的恳请 恳托我们淡水巴黎三只十门的乡亲们 能够在最后关头集中选票 全力支持我们的陈伟杰 因为第一届要连任第二届的选举 坦白说是最辛苦的 那这个绝对没有分票的本钱 这一次江启臣陪同陈伟杰 在选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假日 来到淡水老街 除了向妈祖祈福之外 更走上老街 一路的进到淡水传统市场当中 逐一的向选民拜托选票 而陈伟杰表示 目前选情非常焦灼 没有稳当选的情况 也期盼大家都能够集中选票 最近的选情是比较艰困跟焦灼的 那也感谢我们立法委员江启臣 也是我们前国民党主席 亲自来到这一个我们淡水 要来这边服务公参拜 祈求伟杰的选举可以一切顺利 那随后呢 我们就会到我们的清水街市场去沿街 跟我们的这些婆婆妈妈 或是出来买菜的这些乡亲好朋友 来亲自肯托 那也希望大家在11月26号 坚定把选票投给2号的陈伟杰 我想因为从一开始选举以来 大家都说伟杰很稳 选票很稳定 然后呢 都希望可以把票分出去 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 给认真做事 给愿意做事的这个 我们的候选人一个肯定 用选票在11月26号来肯定他 陈伟杰表示 从一开始选举以来 大家都说他选票非常的稳定 可以把票分出去 但他认为这样的想法 很有可能会让陈伟杰意外 调出当选名单之外 因此也期盼大家可以集中选票 让他在这4年认真做事的成果 大家有目共睹 而目前对于选举剩下不到4天的时间 每一位候选人都拼出最后的努力 就是希望可以一票都不能少 继续的连任为民服务 记者许端一旦水采访报道